在美國加州成立了飛行學校 每一年預計可以訓練80到100名機師 坐進駕駛船 蓋上機頂 又練機 準備起航 武器航空耗資5.9億 全在美國加州成立飛行學校 日股每年產出80到100位機師 創下全台首領 在飛行學校 學員們最期待的就是飛行訓練的課程 而今天我們也請到學員們 來帶我們體驗看看 教練貼身指導出考題 經過20個小時的一對一教學 學員的第一次單獨飛行 成了最大考驗 感覺就是非常的興奮 因為第一次可以真的 就是一個人在飛機裡頭 上去天空 有緊張 是緊張 可是也是很興奮 想當機師不簡單 飛行教官可以用遮蔽罩 阻擋學員視角 讓他們看不見周遭的環境 增加難度 危險性 老師必須要把外界的景物 包括地平線 地標 這些車椅參考飛行的坐標 全部都把它遮蓋起來 一個他們口中最難的一個部分 小到連衣服有皺褶 頭髮過長都可能被淘汰 1000人中只有20人入選 錄取率2% 剔除不試願者 最後只剩下5名學員 萬中選一 但是條件誘人 不但學費全免 每個月還有台幣27000元的零用金 除了正式的機師 月薪甚至高達20萬新台幣 不過目前礙於法規 只接受美國國籍 最快今年下半年 臺灣的學生也能來這裡 完成他們的飛行夢了 以上就是染相飛陳青春 在美國加州的採訪報導